这个大块头在嚎啕打哭 人们跑过去拿枪对准他 大块头旁边两个女孩已经失去了呼吸 女孩的父亲对着他一顿揍 大块头没有反抗 而是嘴上说着我来不及了 他被猎枪抵出下巴 以谋杀的罪名被逮捕 已送到了死囚监狱 大块头重260多斤 把车底盘压得很低 两只大脚下车那一刻 整个车都向上弹了两下 所有人看他都对抬头仰视 有个狱警是市长的弟弟 他拽着大块头的手铐 不停地搞喊死囚来了 监狱长让他闭嘴不要激怒囚犯 他这么大的体型闹事的话 五六个狱警也很难摆平 监狱长慢慢向上看 这个2米3的大块头 居然长了一张和善的面容 市长弟弟很嚣张 用棍子敲他快滚进去 监狱长确认囚犯紧接 大块头叫咖啡 他忽然问监狱长晚上会关灯吗 自己很怕黑 监狱长一脸不可置信 这种200对筋的操汉 居然会怕黑 监狱长告诉他 晚上走廊的灯会亮着 咖啡这才坦然 他伸出手要和监狱长握手 其他预警都很担心 不会把监狱长的手掰折了吧 监狱长看着咖啡 青涩的眼睛 还是和他问了手 咖啡并不像穷凶极恶之徒 他到底犯了什么事呢 监狱长查咖啡的资料 直接吓了一跳 奸杀两个八岁女孩 简直不敢相信 几百个村民在树林找到他 当时咖啡呢 浑身是血 腿上挡着女孩的尸体 监狱长有些疑惑 咖啡不像这种人 这是美国的冷战监狱 囚犯全部是重刑犯 被执行死刑的囚犯 预警会踢掉 他头顶的头发 让死球坐在电影上 把沾湿水的海绵 放在头顶 戴上电机帽 时间一到 启动电闸 电流就像子弹一样 迅速让脑死亡 死球感受不到什么痛苦 就会隐恨西北 这条从牢房 通往心肠的东道 被刷上绿色的油漆 人们称之为绿脸 虽然这里是死球牢房 但狱警们都很正义 从不欺负囚犯 除了市场弟弟 他经常殴打死球 随便一棒子 就会把囚犯手指打断 唱着自己有市场撑腰 还威胁其他狱警 要是让我不顺心 分分钟让你在这个城市待不下去 很快 牢房来了新囚犯 他叫桑坤 在抢劫时 打下三连杀 其中包括一名孕妇 桑坤一脸痴呆的样子 让所有的狱警 放松警惕 咖啡呢 追求到一丝不对劲 提醒监狱长 要小心点 刚开门 桑坤就袭击了 后面的狱警 用手高靠住另一位 监狱长上前抓桑坤 被桑坤踢种小鸟 腾得站不起来 平时嚣张的市场弟弟 此时愣在原地 好在副狱长 及时赶到 一棒子打下去 打晕了他 安顿好桑坤 监狱长跪在地上 扶着裆部 原来他有严重的膀胱炎 平时上厕所 是半天近 也只有几滴 晚上疼得睡不着 下楼上厕所 还没到厕所 就跪在地上 原地解决 膀胱炎 适合折磨他的身体 每次叙叙完 都疼得全身是汗 看见监狱长 痛苦的样子 咖啡呼叫监狱长 让他走过来 咖啡一把抓住他 监狱长吓坏了 想要拔枪 咖啡呢 竟然去摸他的小鸟 监狱长不敢动了 小鸟被捏死怎么办 旁边的囚犯尖状 大声呼喊 杀人了 有人要杀老大 就在这时 不可思议的事发生了 牢房里的灯 竟然慢慢变亮 越来越亮 越来越亮 最后直接爆开 咖啡放开监狱长 坐在床上 剧烈咳嗽 三秒后 咖啡张大嘴 上千只黑色的肺虫 从他嘴里飞出来 在宫中慢慢消失 监狱长 被眼前的一幕震惊了 瞪大眼睛问他 你干嘛摸我的小鸟鸟 咖啡却说 我是把它治好了 我累了 然后就躺在床上 监狱长慢慢起身 来到厕所 开闸放水 他已经很久 没有这么舒畅了 他的炎症 竟然被治好了 回到家 赶紧跟妻子汇报 两人一晚上 就开了四次车 监狱长不相信 咖啡会杀人 找到咖啡的辩护律师 没想到对方 是个种族歧视者 根本问不出真相 为了感谢咖啡 把妻子做的面包 递给咖啡 咖啡却把面包 分给育幼老头 老头呢 有只老鼠 这只老鼠 回来滚筒 但市长的弟弟 却急不喜欢老鼠 隔三差五 就想把老鼠干掉 市长弟弟这么坏 但遇到杀人魔桑棍 他就怂了 桑棍啊 平时坏得冒泡 他往监狱长脸上吐口水 对着狱警撒尿 把饼干 吐到狱警脸上 太放肆了 狱警拿着高压水枪 对着桑棍喷 把他捆起来 扔进禁闭室 关了三天三夜 刚被放出来第一天 正巧市长弟弟路过 桑棍呢 一把抓住他 在他脸上亲了一口 说要和他亲热亲热 手还摸着市长弟弟的屁股 市长弟弟都不敢反抗 还好其他狱警制止 结果市长弟弟 顾脚留下黄色液体 这小子竟然吓尿了 老头嘲笑他 欺软怕硬 市长弟弟威胁所有人 不准把尿裤子的事传出去 然后抽准机会 一棍子打断老头的手指 其实这个老头 马上就被执行死刑 要把老鼠投赴给监狱长 就在这时 老鼠跑了出去 被市长弟弟一脚柴扁 老头崩溃了 这是他唯一的精神寄托 大家见过死而复生吗 咖啡表示 自己可以把老鼠救活 监狱长把老鼠递给咖啡 只见咖啡 双手捂住老鼠 往里吹气 老鼠的尾巴竟然冻起来 一阵金光闪过 咖啡剧烈咳嗽 抬头张嘴 无数的飞虫 飞向空中 慢慢消失 预警惊讶地看着咖啡 这只老鼠居然活了过来 真的是绿里奇迹 监狱长和副狱长 把市长弟弟 按在电影上 我们让你如愿 主持一次死刑仪式 然后你必须掉走 否则就算我们丢了工作 也要对付你 市长弟弟答应了 正巧要执行 老头死刑 市长弟弟怀恨在心 故意没有把海绵沾吃水 海绵放在头顶 戴上黑头盗 一声名下 开始通电 本来呢 瞬间就应该挠死亡 死球会在没有痛苦中死去 但这次 老头却发出 死刑裂肺的叫声 老头开始冒烟 监狱长意识到 海绵是干的 但也为时一晚 牢房里 咖啡仿佛感动身受 整个人都在抽搐 不停地痛苦大叫 由于现在停止 老头会更痛苦 监狱长含着泪 让聚续通电 他被讨交了 开始冒火 所有人都被吓到 推荡着要离开 狱警们都很生气 这是人干的事吗 市长弟弟呢 只说了一句 不知道海绵要沾水 副狱长忍不了 对他大大出手 但也无拘于事 老头已经去世了 监狱长去看望 退休的老监狱长 得知老监狱长的妻子 患有脑部肿瘤 监狱长决定 让咖啡试试 联合手下的狱警 把桑坤敏晕 市长弟弟 关键进密室 控制了两个麻烦精 带着咖啡 此时的他们已经信任咖啡 没有给他上手铐 咖啡高兴得像个孩子一样 捧起泥土闻了起来 来到老监狱长家门口 老监狱长举枪出来 监狱长说 别担心 我们来救你妻子的 咖啡没有害怕 慢慢走上前 他肃度感受到了痛苦 走进屋里 咖啡亲吻了老监狱长的妻子 老监狱长有点懵 你们带这个大块头来 当面绿我是什么意思 这时闪着一道白光 整个房子都跟着颤抖 老监狱长妻子嘴里 喷出病毒 全部被咖啡吸走 他渐渐恢复了血色 就像年轻了20岁 咖啡呢 剧烈咳嗽 但这次 他没有吐出肺虫 为表感谢 老监狱长的妻子 把象征平安的项链 送给了咖啡 回到监狱 咖啡抽准时机 把虫子全部吐到 市长弟弟嘴里 他眼神涣散 走到桑坤的牢房前 毫无征兆地拿出枪 开枪击毙了桑坤 狱警急忙 把市长弟弟扑倒 此时 飞虫从他嘴里飞出来 监狱长问咖啡 为什么这么做 他伸出手 握住监狱长的手 把自己的部分能力 传给了监狱长 监狱长看到画面 原来 当初那两个小女孩 不是咖啡杀的 真凶是桑坤 咖啡赶到的时候 已经为时一晚 咖啡每天都能 感受到事件的痛苦 但他救赎不了这么多人 监狱长流下眼泪 现在他感同身受 市长弟弟 关进了金城病院 接下来轮到 咖啡要被执行电影死刑 监狱长知道 咖啡是无辜的 他问咖啡 有什么想吃的 想做的 其实他想问的是 要不要把你放出去 咖啡表示 自己不想在人间了 他能感受到 每个人的痛苦 对他自己来说 实在是一种煎熬 他拯救不了这么多人 结束生命对他来说 是一种解脱 咖啡行前的愿望 是看一场 叫天堂的电影 电影院里 咖啡第一次露出微笑 行行这天 咖啡有说有笑 狱警们却脸色阴沉 刚进门 咖啡就感觉到了 扑面而来的恨意 人们都以为 他是个奸杀儿童的坏蛋 只有狱警们知道 咖啡是个好人 咖啡做到电影上 祈求监狱长 不要给他戴上面罩 他怕黑 明知違反规定 监狱长还是同意了 一切准备就绪 咖啡坦然赴死 一旁的狱警 全都哭得气不成声 时间到了 监狱长怎么都说不出 执行命令 他上前握住咖啡的手 向他告别 眼含着泪 哽咽着下令通电 咖啡没有出声 但大厅的灯泡 接连爆掉 在一片火花中 咖啡这个天使 回到了天堂 此后 监狱长离开了监狱 多年后 他把故事 讲给老太太听 老太太不相信 监狱长带他 来到林中小屋 盒子里 爬出一只老鼠 正是老头那只 他还活着 那次救老鼠的时候 咖啡把一部分能力 传给了老鼠 所以呢 老鼠和监狱长 都已经108岁了 但监狱长 却代替咖啡 不断地感受人间疾苦 身边的情人 见脸离世 只有自己 孤独地活在世上 咖啡孤单地来到世上 没想到 人间满是痛苦 他害怕黑暗 其实 他真正害怕的 应该是人性中的黑暗 上帝赐予了他 独一无二的能力 注定了他 要承受百般的痛苦 对于长安来说 最恐怖的是死亡 但对咖啡来说 是一种解脱 善恶中有报 只有善良的人们 才值得被救赎 本篇完 本篇叫绿里奇迹 本期问题 你觉得咖啡是天使吗 觉得适得扣三一 觉得不是得扣三二 看到咖啡 被执行死刑的时候 伯乐也很难过 为什么明明是冤案 就是翻不了案子呢 就连他的律师 都是种族歧视者 不帮他 监狱长是个好人 他会代替咖啡 守护人类最后的善良 本篇超级好看 推荐去看原篇 好了 本期都要这了 记得给伯乐点赞 给我关注和订阅 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